另外要來關心的是台中捷運在去年11月是風光市營運 但是不到一個星期啊 竟然就發生說這個電聯車的軸心斷裂了 還被議員爆料說這個軸心是中國製造 原定在12月19號要通車就取消了 市府呢也鞠躬道歉 並且也要求廠商呢要重新去採購這個法國製造的軸心 目前軸心是已經到貨了哦 18輛的列車也陸陸續續組裝然後更換 目前有3輛列車呢是已經換上了全新的軸心 上軌道來做測試 而中捷公司也表示說呢 預計在2月2號所有的列車軸心更換 2月9號就會測試完畢 台中捷運列車車門關閉 車輛啟動往前跑 台中捷運共有18輛列車要全面更換 法國製造的電聯車軸心 目前已經換好3輛列車 組裝完成後先在測試軌上跑100公里 回到機場檢查 每一場在一道正軌上模擬正常營運 跑300公里 中捷公司預計2月2號就會將18輛列車 換上36隻全新法國製的軸心 2月9號完成陣線測試 在陣線上測試以外呢 我們也會安排一列電聯車 用堆砂包的方式來模擬 電聯車滿載的情況 在陣線上做最嚴格的測試 台中捷運去年11月16號 風光宣布市營運不到一個星期 11月21號發生列車異常 檢查發現竟然是電聯車軸心斷裂 後來更爆出軸心是中國製的 台中市政府宣布全面檢修 原定12月19號通車取消 經過將近兩個月 捷運列車再次上軌道試跑 所有測試結果都將交給台中市府 捷運故障審查委員會審查 到時才能進一步討論 恢復市營運的時間 華視新聞 熊貓瀏陽蹤影 台中報導